HELLO 早安 嗨 你好 我是劉哥 I'm Yuga 今天的巔峰要來玩堇 既然我們上次都花了這麼多錢來抽堇堇的造型 那肯定是要把它玩爆啦 那前幾天我出過一部堇對上輸的影片 今天我們在巔峰賽 堇要對上的是現在勝率最高最強的射手 希露卡 希露卡在前期絕對是打不贏堇的 你就算勝率高有什麼用 你的手很短啦 希露卡就在後期是有機會打爆井了 就是他肥起來開了大招之後 我可能連碰他都還碰不到 他就砰砰砰把我打爆 不過這場對面他們的輔助是皮皮喔 皮皮搭上希露卡可以說是絕配 真的是絕配 那比較好的一點是 我們這場的芽芽是有跟著我的 有跟著我就前期還算能打啦 不然如果輔助去遊走的話 我們這前期孤零零的對吧 如果對面的中路再往上靠 我們會很難受 那芽芽前期有跟著我 而且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皮皮啊 前期就是盡可能躲他的口水 只要你躲掉他的口水 他就剩下一個二技能 二技能只能吸隊友 沒什麼屁喔 所以盡可能躲他的口水 因為很多輔助不太會去躲皮皮的口水 他不知道皮皮的口水嚴重程度 他會覺得皮皮就是一個輔助 應該沒什麼傷害 但是口水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技能 因為他會傳遞傷害 有點像是艾瑞的大招 所以我們在吃冰線的時候 也要盡可能遠離那個冰線 不然皮皮吐那個口水 吐冰線 有可能會跟那個冰線牽連在一起 那這時候對面的射手只要去打那個冰線 我們也會受到這個傳遞傷害 喔喔喔喔 皮皮 皮皮還是很硬的啦 不過在前期 我只要扭掉皮皮的口水 我前期應該是咬打對面的雙人線 除非對面的打野或中路不來亂 在這種情況下你看皮皮 已經快被我們點殘囉 快被我們點殘了 西路卡也是 都殘血 真的都殘血 這時候多麼希望 圖倫 要不要牽個大招 都殘血 圖倫 牽個大招吧 這肯定要的吧 先皮皮 可是這時候陳咬金來了 這陳咬金來得正式時候啊 都殘血 送皮皮個大 沒死 然後西路卡在後面 這肯定要進去殺他們的吧 進去 皮皮 沒死 然後這時候他滾過來 很尷尬 牽牽你什麼時候不下車 他在最緊要的時候給我下車是什麼 欲速啊 超誇張 我們看一次重播 我交睡衣 點皮皮 結果沒死 超衰 然後這時候皮皮 他給我滾過來的時候 牙牙在那時候下車 為什麼我說他下車不對 因為他下車 害我被那個口水牽在一起 口水牽在一起的時候 西路卡一直去打那個牙牙 所以那個傷害一直傳遞過來 我直接爆炸 重點是什麼 那顆頭 還是 還是牙牙的 呵呵呵 那個皮皮的頭還是牙牙的 我這前期酷味爛 欸我真的喔 牙牙如果我剛剛真的不下車的話 我真的有信心 可以去幹到那對面那兩個 真的有信心 喔對面的人有點多啊 尤其那個莉莉安一直上來 那莉莉安手很長啊 一直炸我 壓力也蠻大的 欸 我覺得芽芽輔助 對上 如果對面有莉莉安 有個好處 就是你看那芽芽一直都在我頭上 所以就算莉莉安上來用一技能炸我 他也絕對打不出趴上 因為他絕對不會不會有兩個目標 他炸不到兩個 喔現在西路卡 開他招普攻的傷害已經很痛了欸 圖倫上來 能給的壓力也有限啦 真的 主要還是莉莉安他前期那個手抬起來要炸一下 又會暈 我們這上路 盡量吧盡量守吧 要等清燕啦 因為清燕這個角色 之前我們也有出過他的影片 沒有去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清燕這個角色啦 他也是要12等之後 才會發揮出他的長處 12等之前呢都是短處 所以還是要等清燕 哇你不要再上來了啦 雖然他的 他們狀態都很慘 他們趕往前的原因就是他有皮皮啊 他有大顆 他在後面回家欸 所以這時候 我想要一技能接閃現去射到那個西路卡 結果射不到 想要刷一波 結果醜了自己 有多醜呢 你們看一看 我在這邊待太久了 因為皮皮被我射殘 我太想要去殺那個皮皮 沒想到對面的法師跟打野都來了 不過最後我們是有收掉那個皮皮的 結果那個皮皮 的頭還是芽芽的 哇 欸我覺得我跟芽芽也蠻厲害的欸 我們在上路剛剛那一波二打四 對不對 二打四我們收掉皮皮之外 還把另外三個人打殘欸 那現在真的要跟 凱撒路換線了啦 那現在的我 如果還去上路 吃 冰線的話啦 我一定會被抓 被抓了的那一種 我要下來下路會比較安全 但這個塔拉超硬 開著大招 我們也收不到他 就只能打消耗啦 就只是吃冰線這樣子啊 這場可以說三路全爆了吧 大逆風局了啦 這個外塔全部都掉喔 雖然人頭比數4比9 還不到大逆風這個程度啊 但 我們接著看就知道了 這角色不對嗎 角色陣容 這邊幫隊友一下喔 哇 我怎麼轉眼睛看到祖卡殘血 好一好我們收掉了甲蟲 然後滾一下 砰砰 哇 哇 滴滴啊殘血 被殘血的皮皮救走了 也有這種操作 不然那兩顆頭我們 是鑽入口袋的餒 這時候我們不能繼續打 因為下路是有兵線的 如果塔拉繼續推的話 我們這個下路就爆了 所以即使補下路 這個也很重要啦 不能 不算是蠻重要 是很重要 搶一下 肯定要搶的 塔拉這個角色我是不怕他的 因為只要你跟他拉好距離啦 他就是一塊肉 而且我們頭上還有芽芽 所以完全不怕塔拉 這塔拉直接跑走耶 跑去中路 把我隊友殺掉了喔 這個下路我們肯定要推一下啦 那推完之後我知道一定會有人來找我 這時候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直接在草叢回家嘛 回城 另外一個選擇呢 就是用走的回家 結果 我賭錯了 因為 你在抓人的時候 你有兩種方式嘛 就是一個 就是去草叢去抓人 另外一個是堵住你的後路 結果對面選堵住我的後路 然後我剛好也選用走的回家 很尷尬 現在 7比15了 7比15了 然後希露卡開大道有夠痛 真的已經變成那種 我還來不及靠近他 他就 砰砰砰 可以把我砰死 他剛剛那個清燕 你幹什麼啊 對面四個人在中路 清燕直接 直接滑龍舟滑進去是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這場要贏啦 我看來 神靠自己了 我說過啦 有辦法 在逆風贏下遊戲的 人 的玩家 通常在逆風的時候 都在想一件事情 我該怎麼幫 隊友贏下這場遊戲 但是 我們換個角度 很多時候 大家都在 檢討隊友 我覺得那是不對的 檢討隊友那個是 打完的時候 你再去檢討說 這場為什麼會輸 對吧 逆風還是會贏啊 只是你過程中逆風而已吧 結果 還是贏 那 我覺得都是好的 可是在遊戲的當下 我們要想的是 該如何贏 而不是想著 該如何檢討隊友 所以這一場 我們在想該如何贏 我想來想去 既然芽芽是更定我了 對吧 整場都跟在我頭上 再來我就想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去 打一個突破口 對吧 打一個突破口 就是打單抓啦 一個一個射 這邊 中路 全軍 附墨 剛剛下路是有兵線的 我不清 也不行 可是我在清兵的時候 對我打起來 那也因為對面打起來 所以他們都沒招 沒招 希露卡 我受得到嗎 哇 希露卡 殺不到 只能殺得到皮皮 好險我們拿到一個三殺 這人頭比數 11比20 還差得遠 可是我是非常肥的 我是有錢的 有錢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 這場只要他們 對面一個大失誤 我們就有機會打回來 對吧 有機會喔 哇 我們點莉莉安 傷害蠻痛的嘛 有了傷害之後 就看到圖倫被殺掉 可是這個塔拉 我們點他超痛耶 再來這個皮皮 又是一個單殺 這追得到吧 我們已經拿到三連殺了 讚喔 欸 該把逆轉了吧 倒四個 這一波來得有點突然耶 真的有點突然 我們的圖倫 突然間倒下 然後他們突然間 團滅了 我看了什麼 一個人頭比數差了這麼多的局 真的是有可能在後期 一波一個 對面一個大失誤 直接不見耶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點 那個塔拉超級痛 然後點皮皮也超級痛 可能是我超肥吧 想不到吧 那遊戲結束之後 我們再來檢討為什麼這場會輸 其實 很明顯啦 你看這個 對英雄傷害 你看我的隊友 我 圖倫 清燕 還有 祖卡 他們三個人 輸出角的傷害 竟然跟 雅雅是差不多的 既然是差不多的 那也難怪這場會逆風 好啦 至少結果是有贏的 我們就應該要很開心了 好啦 趕快幫影片點個大家喜歡 最後一個我們就 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